作词 李宗盛 我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我走这条路的话 本身的话 我觉得也并非说走得特别好 对大家说能带来特别大的帮助 也不敢说 但是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经历这一块 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就是今天可能和我以前 做一些分享的角度不一样 以前可能都是像 比如刚刚姚老师这样 从家长的角度 从孩子的角度 现在可能今天呢 会更多的从我工作的角度 来看看企业或者公司职业这一块 需要什么样的人 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我们 我先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孩子的一个教育之路 我们孩子的话 从我记忆 我就是把一些比较重点的环节 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是在小学之前 第一个阶段 我们也是接触这个经典送读这块 但是我们没有去上读间学校 我们根本就是自己在家里 就是家长自己在做 这一块的话 回过头来我去看这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当时我觉得好像没有搞新重点 就是说当时我们以为 孩子的重点就是去读经典 其实说白了就是语言输入 背诵机这一块 那其实回过头来再去看新教育 对这个年龄段的海洋的要求 并不是这个 这个并不是最重点的 那最重点的东西 按现在我的理解就是说 首先是规则意识建立 这一块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辅助于大量的运动 对吧 然后最后可能才是语言这一块的 相关的一些东西 但说明我们之前这一块 没有搞这个重点 就是回过头来 我们再去反思 那到了第二个阶段以后 就是上小学了 那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说 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长的执着 对吧 我们可能觉得国学很好 然后希望孩子能够继续有 这样的路可以走 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 迈出很大的步伐 说去体制外 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体制外有哪些 比较好的选择了 那所以第二个阶段 我们就采取了 比较稳妥的做法 就是去到一个 在体制内小学里面 然后开了那种国学班 然后是国学诗典班 那么去到这个地方以后 我们也是怀着一个 美好的理想区的 然后像这个 在这个圈内也是相当于说 一样也是有一个很 曾庆老师也是很有名的 也有很多的粉 然后我们也是怀着美好的理想区的 那么当时 混合在看 在那 当然两年后就还是选择了出来 为什么会选择出来呢 其实 很简单 就是因为伙伴价值 我说的伙伴价值 一方面是包含小孩子 一般是家庭的伙伴价值 更重要的是家庭 为什么 就是说 其实在体制内去做这样的试点 我觉得很多 可能这些老师都是有很 很美好的理想 他们也想去做这种传统文化的推广 但是实际上真的执行起来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很多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学校 他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他在招收学生的时候 他就根本没有去做家长的理念的考核筛选 啥都没有做 就是正常的招生 谁愿意到这个班 谁就来 我们是不一样 我们有三个家里 是从外地 是冲着这个东西去的 那在本地的家长的观念里 他觉得这个班是干什么的呢 他觉得这个班就是说 除了体制学校的那些课程以外 这个班还会多教一些东西 中文的 经典的 然后说 学了这个以后 语文成绩就会更好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班还更好 其他的成绩也能不能落下 语文成绩还会更好 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冲着这个来了 那最后 到了实际教育的过程中 问题就出来了 老师发心是希望大家 所有的其他课程 咔咔咔 剪掉一些 把作业咔咔咔 不要做 最后 我们大人很支持了 对不对 但是支持的人就聊聊了几个人 其他的家长 他们比如说都是本地的家长 他们一打 其他班的 孩子都是夸夸夸 做那么多作业 然后一到考试的时候 分数好像 一般差那么零点五分 零点一分 家长就受不了了 说这个班不行啊 成绩不行啊 然后 纷纷要求老师说 老师我们要多做作业 要跟别的班一样 不能少做 然后没办法 然后慢慢的这个导向又回来了 所有的作业 已久不能了 老师的很多的一些改革 创新措施 都做不了 那说白了 就是说 家庭的伙伴很重要 所以看 为什么新教育训航 这么注重 家长的理念 只有相同理念的人 到 志同道合的人 才能走飞 才能走得不远 那之前我们就是这样 就会为年轻的几个人 是想这样的 其他人 都是往那个方向走 自然合作一起去 走着走着 我们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 多了两年 那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 我们也是有幸 在15年 今年是17年 就是一年多之前 15年的五月份 当时山长在全国 做巡甲 唐州场 那是五月 应该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是 三月份的时候 就我们收到一份 这个轻易文集 这个也是我们孩子 就是一个老师 他在外面带一些班 然后有些家长 也在了解这一块 让他推荐给我们看 知道我们在 寻求一些外部的 教育的东西 当时拿到这本书之后 大家觉得 我会干嘛 猜一猜 我会是什么样的 我会很兴奋吧 会是吧 不会是吧 其实我当时说实话 实话是说 我当时妙了一年这个书 然后我就没再翻了 这个也不是说 其实没有说 我看不上它 是因为 我之间就很没有去看 就是看了这本书 然后我老婆她在看 然后她就急地推荐我看 但是我一直没有没有用心 因为我就一直没看 然后 这就像昨天那个表演的节目一样 是吧 给了你送来一条船 你也不要是吧 接着她又送来一个桶了 对所以五月份的时候 又给我送了一个桶了 五月份的时候就是说 山长就开那个 就是那个杭州场的那个巡讲 但是其实第一天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参加 因为第一天只对 轻衣会员开放 但好在当时有两天 第二天的话是那个 浙江的所有的 基本上所有的堂主 还有包括金日学堂的家长 去做一个分享 那么我们有兴趣参加 第二天的那场分享 那这场分享这个桶 我们总算抓住 然后那个在当时那个会场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有两个老师 一个是 现在那个开地学堂的 唐叔高玉梅老师 我还记得他讲的 那个主题是尊重 然后还有那个 清明书院许记的 马尔卫英平尔老师 他们俩讲的那一课 以后我就觉得 哇这个 这个群体的家长 才是我想要去了 那个圈子 所以当时就是 哎我觉得这个 我想要这个 我又想要了是吧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说我才开始说 再去把当时那个船 又拉回来了 然后把那个书 又拿回来看了一下 然后后来觉得说 应该行动了 然后就开始去申请 那个新教育学堂的 那个夏令营的试读 然后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 孩子就进了两个新教育学堂试图 然后后来就选择了一个 当然我们家还是比较民主的 其实最后的话 还是让孩子自己选的 他自己愿意出来 他不愿意在体制里面 所以就后来走得比较顺了 然后这是15年 我们启航了 然后到了16年初的时候 就是金字学堂开始招生吧 然后发布了33道题 要在这儿去做 OK那个 那我们就 做33道题不简单啊 我们记得我们至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觉得很惊讶吗 就是说一道一道的题 每一道你都好好去思考 因为山长都说了 他其实他的每一道题 背后都有逻辑关系的 你如果是前面瞎做 后面会暴露的 后面会逐步的验证 你前面说的是不是 你真心话 你如果一切都是 自己比如说为了迎合 或者什么去答这道题的话 后面的题会充分的验证 你前面说的是假话 对 是 就是说 这个东西你如果前面不真的去 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去看的话 最终你可能答处的东西很不好 那 我们 我们就是还是挺幸运的 然后做完这33道题的话 对 另外建议大家是说 我们当时也夫妻双方都打了 就是说 其实我们打的我觉得也不算太好 但可能因为我们夫妻双方都共同参与了 所以最后得了一个A 这个还是 我觉得还是夫妻要同亲戚断精神 就是两个人一起携手前进 这个力量就会大 可能学堂也喜欢这样的家庭 对吧 如果就一直脚走 另外一只脚不动的话 走不出去 然后到了 我们就孩子就参加了新智学长的师傅夏美宁 到了七八二月份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 本来本来那个班是常规班的是吧 后来整个的变嘛 就是三长这边就说最多就是变是 变是 就是变化 就是唯一变化 所以每年都会在变 后来就有了突破班 我们孩子也进入了突破班 然后后来也很幸运的深入中期班 那大概我们孩子一个教育议程 就是这样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对 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是 要提醒一个自我说见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其实进入这个圈子时间 并不长 是吧 就是一年多 但是就是 我当我知道金智学长要招生的时候 我就赶紧去做 我并没有说 觉得因为金智学长看起来太高不可攀了 然后就不去做 其实当时我们去申请的时候 包括我们孩子在那个 学堂的那个堂主啊 他一直跟我们说 他说 这个圣堂看起来 身体还比较弱 体能还不太好 建议你们在 学堂里再多学习一半年 再去备考这个 胜伤会比较大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人家都说 金智学长是越往后进去越难 对吧 有机会的时候 一定要去尝试 所以后来我们就 自己把孩子 带我提前一个月 从学堂接回来 这家里 刻骨训练了一个月 对 然后去 他去学堂的时候 就很适应了 那最后就说 结果很好 我这项提前来 因为我接触到很多的家长 其实大家 走进这个圈子的时间 都比较早 接触的都比我们早 但是大家 有很多的顾虑 比如说 最大一种类型的顾虑 就是觉得 金智学长高不可拍 觉得很难进去 非常难 非常难 所以就 始终不敢去 然后我遇到 我亲身接触 有两个家长 现在都进了 金智突破班 然后我就跟他们 做这种交情 然后最终 不是两个 有好几个吧 他们 赶紧迈出这一步之后 很快他们就拿到 他们想要的结果 就进到了突破班 所以这个 这个很神奇 你心里首先要想要 你不能 自己设限 然后如果自我设限的话 那些东西 也会离你很远 好 这可能也符合 新讲师生的法则了 是吧 好 我也介绍一下 我的一个工作的经验 我从大学的时候 开始说起 我大学的时候是 这下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是吧 不过本来就比较老了 就是94年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在南京 东南大学读书 其实我那时候 读书的时候 专业是比较等能的 是机械制造专业 就是说那个时候 基本上这个专业学生 都是被调剂的 我记得我们 我们宿舍有一个人 是福建省高考第二名 也被调剂过来 因为他当时说 报考了我们学校 最好的建筑学专业 那个学校 那个专业是他们福建省 只招一个人 但是那个第一名也报考了 所以我也不觉得DH了 是吧 因为其实我高考也挺好的 按道理来说 我也不自愿去读这个专业 但既然读了就读了 那最后就是说 我在大学里还算比较勤奋 虽然也很贪玩 比如说爱踢足球 但至少还算正向是吧 不是爱玩游戏呢 比如我爸也太恋爱这种 对 就是说是那种说 大学里没有谈过一次恋爱的男人 男生 对 然后那个 但是我也是很希望跟风的 比如说 最后到了那个大三大四的时候 学校都喜欢考研啊什么的 我也跟风去考研 OK 然后 比较幸运的是说 在这个时候 那个 当时 我们也 我也通过了那个 华为公司的那个招聘 然后拿到公司发的offer 然后后来一想 好像从小到大 除了就是在自己老家 还有读书的几个城市以外 其他地方也没怎么出去过 当时深圳还是特区啊 就是 心中很向往 当时邓小平 所有的造势 坐在深圳那边 整个中国的窗口 这个世界的窗口 所以也很想去体验一下 外面精彩的世界 所以就是说 还是先去工作了 当然我 那个时候 形式比现在好 就是你想去工作 你还可以保留学籍 就是你还可以回来 你可以保留一到三年的学籍 就是三年之后 如果你愿意再回到学籍 还可以继续读习 所以就是说 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我去工作了 然后工作完 工作了 就是一年呢 这一年其实 也有一些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比较有意思的 其实在我印象中 给我感受比较大的事情 有好几件 其实我最感 就是觉得这一生 就是昨天那个 前景画画的时候 问大家 说 你觉得你 为父母做的最 就是觉得自己 最感动父母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是吧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工作的时候 第一个月花了工资以后 当时 九八年吧 第一位工资有四千多块钱 然后 把这个钱 全部寄给家里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家是很贫穷的 包括高中的时候 很多时候学费 都是我去找学校 争取要免费减免这种 就靠自己的 根本没有能力 说给家里一些帮助啊 然后 等到我工作了 然后有一些能力 可以赚钱的时候 那个 可以 因为当时好像 一个月四千块钱 是很高的 就是九八年的时候 然后 能够一下子 寄这么多钱 给到家里 觉得那个 成就感和自豪感 就是 无与伦比啊 就是觉得好像 哎呀 爸爸你们辛辛苦 养了我这么多年 我终于可以给你们 回报 对 当时那个 很激动 然后我记得去邮局 去退钱 就会被激动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说 其实也对我后面 产生影响 就是 我们因为是读的 机械制造专业嘛 那去了华为以后 并不是要去 并没有能干到 大家想象中的 华为是做研发 做大的 我们去就是 生产总部 我曾经在 流水街上 待过一个月 这并不是说 我是做那个工作 而是说 我要去那边做事情 你先必须了解 工人们的工作 是怎么做的 所以就是 这种标准化的生产作业 我做过来 包括拿些东西打博丁 什么都做过来 然后 然后就是在这里会碰到一些 一些朋友 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 经常会去探讨 他们在做什么工作 然后他们的工作 对我吸引力很大 因为他们都是 都是做研发的 做软件开发 做这些东西 然后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 很好 是我想要 我又要了 其实人就难免 公司都是这样 然后 然后我就 下定决心说 不行 我下次再回学校的时候 我要去做软件开发 然后 到了华为这边 就是一年以后 我真的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定 那其实第三个 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觉 就是说 华为公司它有一个文化 叫电子文化 大家有听过的 不知道是吧 所谓的电子文化 就是说 其实华为公司 当时成绩也还没有多长 大概十年左右 其实也就是一个创业型的公司 当时大家都很拼命的 就是说每个人 办公桌下面都有一张电子 这个电子干嘛 就是每天中午 吃完饭就在店上 拿着来睡一觉 就是有的人甚至晚上 加班辛苦的 就休息一下 就这种 像电子文化 而那个时候也 就是让我也感受很深 就是说 其实工作了以后 还是要一样的去努力 去拼搏 然后 那OK 这段经历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 但这段经历 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说 找到了我现在的老婆 然后我说 这可能是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吧 对 然后 也不是找到的 就是说 埋下了一个种子后面才成的 对 然后 后来就回学校继续读书了 那这个时候 因为我明确的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就说 我们就在学校去找导师的时候 就专门去找那个 可以带我们做软件开发项目的导师 然后就跟他一起去干 那其实我的研究生也过得很平淡 也就是说 虽然我有这个方向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做的远远不够 为什么 就现在我在去 之前在阿里巴巴招聘的时候 再去问这些学生的时候 他们的目标性和目的性 比我们要强多了 他们甚至说 我定位以后 我就想去阿里巴巴 摆布这样的工资 这样的工资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这些人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技能 他事先就会提前去为这些目标 提前去安排好自己的学习计划 实习计划 各种计划 那当时我们那个时候 压根就没去想这些 对 就是说 我就好像跟着导师后面 做些项目就好了 按现在的说法 就是免费给老板打打工 是吧 当时跑包腿 也没特别想说 自己要去 目标性那么聚焦 OK 然后后来就 就顺利的毕业 然后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 其实就是去给各种那种移动 电信这样的公司 做他们的运行支撑系统 也是转过各地跑 其实好像和伙伴们在一起也挺快乐的 但是我这人还是那种 就是说 好像很喜欢受外界的影响 当时的时候 都是说 这个最流行的最热门的职业 当时在那个时候 是那个外企的风光 就是特别是那种 就是最热门的那些外企 所以呢 我也去抽热闹 然后我又要了 就是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说 我也尝试着自己去 学习英语 也去找些老外的网友 说帮我练练口语 虽然还是很憋脚 对吧 不过憋脚的交流 也能交流一些 那后来就是说 不只是因为这个 因为当时不是很多人 都有一个梦想吗 现在也很多人还有这个梦想 就是要环游世界是吧 对我也有这个梦想 然后我在想 好像凭我挣的这个工资 去环游世界 我好像很难做到啊 然后我就想有没有一个更 更好的途径 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呢 然后我想 这个人要去外企工作 然后经常出租差就可以了 还可以免费的到处旅游 对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了 然后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然后也去了 就是到了这个惠普公司 当时我们所在那个部门 它的研发中心在丹麦 然后也全球各地都有很多项目 确实是有这个机会去到国外了 但其实我后来发现 好像环游世界这个听起来很美好 真的去了也就那样 比如说我去丹麦 我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个事情 我去丹麦的第一天 我们预定了一个酒店 我和我的同事两个人去了以后 要去入住 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他告诉我们去那个房间 我们一推开房门里面一股酒味 有人已经睡在那个床上了 然后我们就下来了 那下来又看到另外一个很奇怪的一幕 然后有一个应该是他们邻国的锐点 他们本来就消去得很近了 然后他跑得太喝得醉醺醺的 跑到这个酒店来找那个前台 说刚刚有人威胁我 说用刀子挤了我的喉咙 说请求这边帮助也报警 这边这个人也说 告诉他说 你自己去吧 那个报警点在哪里 哪里 反正就不管了 然后这一事都让我觉得 好像 传说中这么美好的北欧 怎么是这样子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 到了那个 外面去看 我们的那个街上 也是 很多垃圾的 也就那样嘛 还包括比如说 那些车子的玻璃被砸碎了 还有那个 很多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在里求助 其实 后来我就看 其实这个 大家不要觉得 外面 外面有多么美好 其实 其实都差不多 其他的人 还有很多故事就不说了 要不然骗你去提 然后那个 到了 恢复以后 工作了几年 然后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工作在上海 然后我的家在杭州 然后07年的时候 我的孩子出生了 然后我这种 每周要跑 就是周五下班赶得回来 周日晚上或者周一早上 也赶得过 就觉得其实挺辛苦的 然后又觉得 又没有照顾好孩子和家庭 然后所以后面就做了一个改变 去了阿里了 那其实当时我 应该怎么说 就是虾猫 碰到死老鼠了吧 因为我其实并没有说 我去判断一下说 因为阿里这个 现在特别发展情景 特别好 未来的增值空间特别大 啥都啥 为啥都没想 反正就是很简单的就回去了 甚至说 我刚从外籍回去的时候 薪水是这样的 就是说 当然他会派一些股权给你 就是那个 但是股权在当时一点都不值钱的 根本就不值钱 就是一股可能 零点几美元这样子的 而且 其实说白了 这些股权在很多人 当时也都不明白它的价值 很多人可能在公司内部交易 也就几块钱就卖掉了 很多很多 反正 就是说当时去到这里的时候 并没有 也没有特别去规划说 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都没有想 就很简单的就回去了 那么但是去到阿里以后 我的整个人生 对我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 这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公司 以前都是传统型的企业 或者公司 那种 比如说在外企里 你永远都类似于说 有点那种一颗螺丝钉的味道 就给你固定的那一部分工作 做那一部分实行 你做好了 这个就好了 你是整个 这个 整个这个流水线 或者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你只要做好那个就好了 别的是你不用多管 但是去到阿里以后不一样 那种变化 后面我会讲 那真的不是 不是一般人想象的 对 后面我会讲 然后就是阿里这段时间 这段几年啊 其实我工作 在阿里工作时间是最长 我工作了七年多 那这段时间 对我整个人生的一个看法 对于我的锻炼什么都非常大 比如说 以前的话 我从来不会 不敢上台去讲的 包括像现在这样开 还有点胆量 面对大家去讲几句话 是吧 以前我都是不敢的 包括在 以前在团队里发言 可能都很少发言 那后来就是再往下 遇到了我们的光临大道 说太阳出来了 那现在就是走在这条路上 OK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经验这些公司以后 我觉得阿里巴巴是最能代表 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的 它是这个 互联网时代企业中的标杆 对吧 然后我会今天主要以 阿里巴巴为例来说明一下 现在这种最前面的 这种互联网的企业 它对人才的需求 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选择它 首先是因为我刚才说的一个原因 它本来就 站在这个浪潮之间 对吧 其次就是说 我们在庆奉国里 我们都粉山长 是吧 但是在阿里巴巴 我们也都 也都 粉马云 是吧 一样 我们也都是 大家忠实的粉丝 我们确实很佩服 很喜欢它 我们每年都最期盼的一件事情 就是 年终大会上 他们就我们 做一次演讲 每次演讲完了 我们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要去战斗了 对 那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 然后 而且在阿里巴巴的话 那个 阿里就是 马总 他是特别喜欢 这个 道家的 一样的 他也喜欢老子 道德金 所以他在 他的整个的管理 企业管理方面 也用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包括像 阿里很有意思的 就是以前 现在可能不一样 因为现在并购了太多的公司 然后进去的员工太多了 就是以前稍微老一些的员工 有很多员工 他们都是 喜欢用这个 用这个图案 作为他们的签名 签名的 然后你只要一接收到 邮件的 邮件下面 好多好多图案 阴阳名 然后 公司的高管 我觉得再声明一下 我绝对不是高管 我是最吓人的一层 然后 那个每个高管 都是要人手 一本道德金的 要学习 另外就是说 我刚才你说的 我在阿里 真的有一些 很大的突破 所以基于这样子点 我今天会主要选择 阿里巴巴 来给大家做一个 分享 好 我觉得 很多同学想拍一下 什么 给你们机会 要观察阿里的需求 也是 也要用心的 对吧 OK 好 这样 我们把这段话 我们读一下 马云说 很多人一生 输就输在 对新生事物 第一 看不见 第二 看不起 第三 看不懂 第四 来不及 好 后面会慢慢 再有 再出现了 到时候大家再提论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 谈一个事情 就是 阿里巴巴的 考核机制 考核机制 就代表他对人才的需求 他怎么考核 要东西说明他需要什么的人才 那么 阿里巴巴的 考核机制 主要从两个维度来考核 首先 一个维度 就是价值观维度 亚洲维度 就是 绩效维度 这个 就是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实际上 很多事情 就是 基本上是雷同的 对吧 那我们说 今天的学堂 考核 价值观 也是 也是一样的 是吧 态度 加难力 你看公司 也是这样的 态度 加难力 价值观 就是态度 那 业绩就是你平等 你拿到的结果 这边就是一个过程 一个结果 OK 那么 那么 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把它分成四个象限 就是说 实际操作之中 比这个要复杂得多 可能分成 就五个象限 就是高中低 对吧 那我们简化一下 把它的最核心的思想 比如说 输入就可以了 那在 这一块 就是按照价值观 高低 然后 业绩得分的高低 业绩就代表 比如说 你这一 比如说 记录广合的时候 你这一记录 干的怎么样 你的产出 产出怎么样 超出期望 还是符合期望 还是不满足期望 对吧 然后你这个过程中的 价值观的展现怎么样 类似这样吧 然后 我们通过这样 两两组合 就是四个象限 好 我们第一个象限 是说 这个人 做事的过程很差 价值观不符合 公司的要求 另外也做不出 什么成绩出来 这种人 按道理来说 就是应该进不了公司的 就是说 因为公司 都会很严格的招聘的 但是 也不保准 因为 总会有些 面试官不靠 对 也难免的嘛 就是说 很多时候 也不一定能保 或者有些人 很会装 这个 蒙控过关 也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 如果我们实际发现了 以后真的有这样的人的话 肯定是淘汰的 不用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